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于上月底正式实施联合重组 今天上午重组之后的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 并且举行接牌仪式 此次重组后挂牌成立的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造船集团 拥有科研院所 企业单位和上市公司147家 资产总额7900亿元 员工31万人 拥有我国最大的造修船基地 和最完整的船舶及配套产品研发能力 能够设计建造符合全球船机社规范 满足国际通用技术标准 和安全公约要求的船舶海工装备 未来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将成为海军武器装备 科研设计生产试验保障的主体力量 承担以航母和潜艇为代表的 我国海军全部主战装备科研生产任务 为海军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同时作为船舶工业发展的国家队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将在大型游轮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超大型集装箱船等 世界级海洋装备领域不断发展 引领我国由世界第一造船大国 走向造船强国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和全球海事业发展 做出重要贡献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